飾演通勤上班族還不小心當了電燈炮 蔣萬安一人分勢多角 過年前戲臉書分享就職週年影片 母后花絮 同一時間也傳出蔣萬安上任後 即出訪新加坡 中國 韓國後 預計暑假訪美進行市政交流 國際外交都是重量級國家 關於蔣萬安市長第二年的出訪行程 我們一切都還在規劃當中 那麼美國的確也是選項之一 也會以這樣議題導向來進行相關規劃 蔣萬安頻頻刷存在感 這時間點還是在瘦肉精風波 魯秀燕帶頭怒槓中央之際 他現在面對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 有可能被捧成國民黨內另外一顆心的太陽 想見不管是對蔣萬安或是盧秀燕來說 都是值得焦慮的事情 打亂了他們的政治布局 如果他四年任期做完了以後 就不去爭取連任 或連任不成功 甚至連任的票數越來越少 對他都是一些折損 所以他現在最大的努力就是做好市政 2026連任 然後再去想2028的事吧 藍營接班梯隊這一網一扣 還沒等到2028的哨音一響 先默默鴨子滑水 近新聞黃宣謝宏睿採訪報導 大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